很感謝就是法官可以幫他死心 讓我們就是覺得司法還有希望 死者家屬哭到氣不成聲 聽到判決嘴上說著開心 但淚水止不住的滑落 內心煎熬只有當事人清楚 去年六月十五號 新竹東區一間輪胎行發生縱火案 消耍陳彥祥因為急前債務 又質疑父母偏袒哥哥 當天爆發口角衝突後 犯人買汽油反家縱火 造成包括嫌犯媽媽 妻子三名子女 大嫂妹妹 侄女八人命喪火箍 檢察官認為嫌犯毫無人性 堅請法院判處死刑 如今一審判決出爐 誠信被告對直系血清尊親屬 犯殺人罪 出死刑 持著公權終身 僅因口角爭執 提由縱火泄憤 私者家屬當庭痛哭 你去哪裡去叫一句找我的女兒 我是女兒 這也不能回家 我真的白髮了 就是白髮了 嫌犯無情的一把火 讓三代銅塘十一口 八人命喪火 哭幾乎滅門 留給親友無法莫密的痛 記者和孟乾貴 宣津 作賽方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